台風山陀兒現在是逐步的在逼近台灣當中 而國內規模最大的增穩水庫 目前已經是滿水位的狀態 到時候上游如果出現劇烈的降雨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 將會再透過調節性放水 來管控以維持滿水位的操作為原則 等於是說進多少就會排多少 對於說山陀兒北上旗艦的路徑預報 還是有不確定性 但是很有可能是更靠近台灣的 恐怕會讓西部的降雨量再增加 其實現在大家都非常關心山陀兒颱風 其實氣象署也已經確定 會在今天的上午8點半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陸警則是預計會在今天的深夜 到明天上午來發布 首先我們就從目前的衛星雲圖 來看到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現在台灣 這個山陀兒颱風 就位在台灣的東南方的位置 其實現在這個山陀兒是會慢慢的來加速 而且會逐漸的往北轉 朝著台灣的西北溪的方向來去前進 其實我們如果從更詳細的 路徑譴視圖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它的颱風中心 雖然是沒有登陸台灣的 但是確距離這個台灣是非常非常的近 日估在10月1號跟2號這兩天 就會是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候 而且要提醒大家注意 如果說山陀兒颱風的路徑稍微再往西偏 一點點的話呢 那雖然說颱風中心看起來好像是不會碰到台灣 其實可以看到從明天開始 全台灣都要來全力備戰颱風了 因為可以看到整個東半部 幾乎都是紅通通的一大片 不過最劇烈的時候 有可能出現致災性降雨的時候 則是會出現在周二周三的時候 幾乎是超過半個台灣 都是呈現紫暴的狀態 甚至還有部分地區是紫到發白 而且呢未來山陀兒 還有可能達到中台以上的等級 那直到說周四的時候 颱風才會逐漸的來遠離台灣 因此說提醒觀眾朋友 務必要做好防台的準備工作了